五十七分前的奉献 有一个衣三蓝绿的小女孩 星期天来到一间小教会 但是里面的人却不让她进去 说已经太挤了 刚好牧师走过来到她的身边 她哭着对牧师说 我不能去上主人学 于是牧师牵着她的手进去 替她在教室里找了一个位置 那天小女孩非常的开心 大约两年后小女孩过世了 她的父母请那位好心的牧师来 帮忙处理后事 他们在女孩的床上 发现一个破旧的小钱包 像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 打开一看里面有五十七分钱 还有一张小纸条 又嫩的字迹写着 要把小教会建大一点 让更多孩子来上主日学 原来这是她两年来 所存的爱心奉献款项 下一个主日 牧师带着这个破钱包 向会中诉说了小女孩的心愿 发出了建堂的挑战 当地有一份报纸发表了这个故事 一位房地产商人大受感动 把一大块地皮 当时值几千美元的卖给教会 售价是五十七分钱 会友们开始大笔的捐款 五年之后总额共达二十五万美元 今天你到美国费城的时候 不妨去参观那一间可容纳三千三百人的教堂 天普进行会 Temple Baptist Church 再去拜访数千学子就读的天普大学 还有旁边的好撒玛利亚人医院 以及一栋极大的主日学大楼 在主日学大楼里有一间教室挂着那个小女孩的画像 露出甜美的笑容 旁边则是那位好心的牧师的肖像 这个故事栽自钻石宝地的作者康威尔 在录制圣经一间小故事 在录制圣经一间小故事栽自钻石宝地的作者康威尔